深不见底的海沟两侧 无数只张迎风飞舞 漫无边际 而阿飞正不受控制地 往深处急速坠落 眼看形势不妙 也想利用显龙眼的时空间逃跑 小男见状 神手催动四三的起爆符 纷纷附上阿飞的身体 让他不得不就此作罢 火光乍现的起爆符 随即透体而过 在阿飞周围轰然爆炸 在决定背叛小组织之前 小男自认做好了功课 通过调查发现 阿飞在用忍术吸收自身的同时 身体必然会实体化 并且速度比吸收其他东西 时要慢很多 阿飞心中骇然 如果不是果断放弃转移 转而规避爆炸的话 恐怕自己会殒命当场 小男的攻击 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底线 根据以往对阿飞的认知 他能够穿透物质的时间 约为五分钟 起爆符不断袭绕着阿飞 顶经一看才发现 遍布两侧的纸张 竟然全都是起爆符 整整六千亿枚起爆符 能连续爆炸十分钟 将完全覆盖 他虚化本体的可持续时间 小男单手一挥 爆炸连番骤起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小男不仅想起了 阿飞说过的话 促使迷艳创立小组织的是我 不与长门轮回演的也是我 对此小男并不认同 在他看来 迷艳与长门的一切行动 都是自发的 爆炸还在继续 也来小男万千思绪 回忆起当年迷艳 选择自我牺牲的那个语天 小男更加肯定 迷艳与长门 绝不是阿飞的棋子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的牺牲 都是为了见证自己的意志 所以他们的意志 将被传承下去 而这个传承者 便是名人 作为最重要的同伴 小男绝不允许任何人 从中妨碍 这也是他决意 要杀死阿飞的原因 连绵不断的爆炸声 终于停止 而小男已经精疲力尽 神之职者之术 被迫解除 只因为维持着爆炸 消耗的查克拉太过庞大 但想必强如雨之波般 也该在这重重爆炸之中 丧生了吧 然而瞪着血红血绿眼的阿飞 却突兀地出现在小男身后 伴随着诡异的BGM 鲜血滴滴洒落 铁管已经洞穿了小男的身体 小男实在不明白 阿飞为什么还活着 他已经在心里预演过无数次 按这个程序 完全足以将其打败 原来关键在于 伊邪纳奇 雨之波家族的禁术 没错 就是团葬与佐助对战中 使用过数字的铜数 用血轮眼永远失去光明 作为代价 换取现实与幻境之间的联系 只有掌控牵手和雨之波 这两方力量的人 才可以使用 他的确是死在小男的攻击之下 但又借助血轮眼 这逆天的能力重生了 不得不说 雨之波一族 真是回应中妖孽般的存在 难怪当年木叶高层 是要把这妄图叛乱的一族抹杀 动不动就开挂 这谁受得了 所谓伊邪纳奇 是六道仙人创造万物时 所使用的忍书 而雨之波一牵手 本就源于一体 双方分别得到了 六道仙人的部分力量 他以掌管精神能量 为蓝本的阴盾之力 从无形中衍生出有形 再以掌管生命能量 为蓝本的阳盾之力 未有形的物体赋予生命 其中就包括了尾兽 能将想象具体化的忍书 这就是伊邪纳奇 小男听言不禁怀疑 阿飞的真实身份 阿飞却闪烁其词地说道 世人都以为 颁败在了柱街手下 谁又能知道 拥有长远眼光的人 才是最终的圣者 真正的较量 才刚刚开始 而获得初代的力量 也只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就是这世间的 第二个六道 现今唯一的存在 小男奋力从阿飞手上 挣脱出去 他量腔着身体 一步步艰难前行 如此伤势 已经无力回贴 小男的计划 终究未能如愿 阿飞开始用言语 刺激着小男 世上不存在真正的和平 不存在希望 长门只是想利用 信任名人这种做法 来安慰可悲的自己罢了 小男抬头看贴 恍惚间再次回想起 迷眼的话 长门将成为 通往和平的桥梁 我的任务 就是成为支撑桥梁的支柱 而长门最终 把自己的意志 寄托给了 只有一面之缘的名人 与此同时 于尹村中年不息的 阴雨天气 竟突然放晴 就像小男心中 一扫而空的阴霾 生生死死 那又如何 既然迷眼与长门 都有为新世界 而牺牲的觉悟 那我又何不可 名人必将成为 通往和平的桥梁 而小男甘愿成为 支撑他的支柱之一 犹如回光返照一般 小男拼尽全身力气 向阿飞发起了 最后的攻击 注入了查克拉的直撇 锋利无比 过空而出直奔阿飞灭门 却被他轻松躲过 小男随即幻化出 纸手里剑 但近书的攻势 也被一一化解 奈何受伤太重 已经不是阿飞的对手 只能遗憾败备 眼眼一息的小男 被阿飞施加了幻术 不畏凋零的花 就此枯萎 得知 米燕与长门遗体的所在之后 阿飞便找了过去 长门本该是 这世间的第三个六道 却因为名人 放弃了包括生命 在内的一切 实在令人唏嘘 明媚的水面上 一张代表小男灵魂的血脂 缓缓从他怀中 飘向半空 至于这一抹红色的来历 还要从多年以前说起 那时三人 还在跟随自来野 学习认数 这天自来野 强迫他们穿上青蛙服饰 并玩起了翻版游戏 三块翻版 分别代表着 米燕 长门和小男 回到基地的时候 则将代表个人的木板 翻到红色一面 外出的时候 就把木板 翻到白色的那面 三人都被自来野的 古怪行为 搞得有些懵圈 米燕和小男 忍不住学问老师 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自来野解释道 这一带还不够安全 说不定就会被敌人盯上 而在基地的时候 反而最危险 因为这里 太过醒目 所以当木板是红色的时候 基地里却没有人 就表示可能被敌人抓走了 这便是自来野的打算 也是借此提醒三人 就算在基地里 也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自来野还准备了一间 密室和通往外界的暗道 可见对三名弟子的重视 那时候的他们 天真而又单纯 梦想着有朝一日 能凭借自己的力量 彻底地改变这个国家 三人在自来野的教导下 展开修行 实力变得越来越强 终于 师徒之间也到了分别的时候 望着自来野远去的背影 三人满是不舍于感激 之后以迷燕为首 他们成立了小组织 非一旧保留着自来野 那个翻版的习惯 战火纷飞的年代 朝夕的相处 也让小男与迷燕 渐生情愫 飞速成长的小 造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最终引起了 山交于半葬的主意 随着组织的扩张 三人最终决定更换一个据点 对于即将离开 这个梦想开始的地方 他们进行了最后的翻版仪式 但潜伏的敌人 却已经找上了门 幸好有自来野留下的密道 三人得以安然逃脱 时过境迁 当初的那间小屋 也永远定格在了那个画面 小男怀中飘荡的红纸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这里 而此时的阿飞 已经带着轮回眼 换了身白色面具的装束 来到了钥匙刀所在的基地 而鬼娇用性命送出的情报 也顺利被掘拿到 如今小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阿飞当即决定 去完成对九尾的捕捉 一场风暴 即将席绝忍戒 事先回到名人这边 鬼娇放出的鲨鱼 已经不知所踪 齐拉比忍不住吐槽 对方卑鄙 竟然使用间谍 而名人见凯皇 疲软地躺在地上 便上前查看情况 却不想小小的举动 让凯唐的死去活来 他和赶王上前阻止 原来使用过八门盾甲之后 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此时的凯皇 痛不欲生 惨叫咧咧 而一旁的山城青夜 有摩托衣正商量着 要如何将名人 和齐拉比转移 因为这里已经暴露 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 摩托衣清楚其中缘由 不过就算要转移 也不能乘坐船只 只是需要继续留在岛上 山城青夜不解 留在岛上要怎么转移呢 摩托衣这才说出实情 因为这所移动岛屿 本就是云隐倦养至今的巨大乌龟 为了不让敌人知晓 名人等人的情报 这座轨岛显然比船只要安全得多 这样一来也能够不引起名人的遗息 于是山城青夜 开始装模作样地 向名人宣布命令 眼下吴大国情势危急 为了一触即发的第四次人界大战 也因为忍者和武士的数量不足 现在决定增设第三兵力 即为动物部队 基于上述情况 能够与动物情感互通 并且身为动物爱护者的名人 先被选入动物部队负责组建工作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调查岛上的动物生态 听着这哄孩子一般的言辞 大和也开始怀疑 究竟能不能瞒过名人 就在大家都捏了一把汗的时候 名人却惊喜过望 甚至兴奋的泪流满面 只说自己已经等待这种任务多时了 他也想像鹿丸那样 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 统筹调配 如今也终于可以有这个展现的机会 大和暗中松了口气 幸好是天然呆的名人 不然这样的把戏 恐怕早就被看穿了 摩托伊也在一旁附和 如此看来 这些人助力果然都是异类 名人干劲十足 还以为刚手是要考验他的领导能力 立即就要开始行动 吉拉比本想趁机开溜 却写他那傲口的歌词 却被名人强拉着做起了苦力 在吉拉比的指点下 名人找上了这归岛的动物老大 大猩猩小鸡 名人直接了当了学问 他这岛上最强大的动物都有哪些 却被猩猩转头秃了一脸秃乜 这才想起了语言不通这个问题 正在为难的时候 旧性从天而降 金刚大人的意思是你要拿出忠诚之证 回头一看 还是一位老朋友 正是名人多年前曾经奉命追捕的 忍鸵鸟秃鸠 这家伙竟然登上了名人一行的船 偷渡之词 真是一只向往自由的鸵鸟 只可惜遇到了名人 在主角光环的威逼利诱之下 鸵鸟只能委屈求全地 替名人做动物翻译 大猩猩小鸡一手抓住名人 张嘴便在他脸上亲吻起来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忠诚之证 爱之吻 金刚心满意足地放开名人 丝毫不顾他一脸嫌弃 随即他开始给名人介绍 岛上动物的情况 除了小鸡之外 这岛上还有三名动物巨头 分别是黑道考拉多恩 剑客企鹅多志 以及山口祖头目 大河马卡巴族长 这三位大佬只屈居 星星王金刚之下 在这岛上可谓是一烟九鼎 唯我独尊 只是不能让这三者碰面 不然将会有毁灭小岛的危险 话音刚落 便听见蜜蜜蜜传来 阵阵受哄之声 随即烟尘弥漫 凝人赶忙前去查看情况 却见这三位大佬 已然牛大在了一处 幸而有星星王小金在场 三巨头颇于岛王的威势 只能暂时休战 星星王颇具气势地 开始与三巨头交涉 原来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 为了求偶 这才大打出手 金刚当机立断 准备将女孩带到这里 让他自己决定挑选谁做男友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所谓的女孩 竟然是一只大号鲠鱼 不得不说 真是一场跨越了种族的爱恋 三巨头围住鱼子 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不同意见 薛佑节一旁的金刚大人浑身颤抖 下一秒便加入争夺行列 看来这囚鱼在动物界 是首屈一指的美女 竟然连岛王也被征服 囚鱼小姐赶忙出言 制止了四大岛王的争斗 转而站在明人身后 原来他已经放心暗许 这个幸运的男人 或者说雄性 就是我们的主角明人 这下明人成了众矢之地 四位巨头同仇敌凯 将全民公敌明人 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而忍突鸟子再次逃之夭夭 另一边 镜头再次给到阿飞与钥匙兜 兜自告费用 希望阿飞把抓捕 八位和九位的相关事宜 交给他负责 而阿飞疑心太重 不仅怀疑钥匙兜是有什么企图 作为一个阴谋家 兜自然不会直言相告 只说是为了证明 你我之间的合作关系 而他的主要目标还有一个 那就是守护名人的大和 大和作为初代回应的复制人 也是兜的实验目标之一 只要得到大和 就能大幅度增加白绝复制体的作战能力 如此一来 石伟的复活指日可待 听石伟这个名字 从兜口中说出 阿飞就明白 他知道的秘辛可不少 看来这都要归功于之前蛇叔的调查 根据之前鬼交拼命送回的情报可以得知 忍者联军的总兵力在八万人左右 而阿飞这边能依赖的就只有白绝大军 只要让兜做完加强白绝的实验 就能主宰战争的胜负 前提是 阿飞要负责将他送到 明然一众所在的归岛 箭在鞋上不得不发 阿飞只能选择香细钥匙兜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他直接将兜带到了外道魔像面前 而后继续跟着阿飞 一步步下到据点深处 没想到 这里竟然有一个活的初代活影 不过这并不是本体 而是搬在之前与比初代的战斗中 依靠窃取来的细胞培养出的复制体 但真正的重头戏 就在这据点的地下 为了这一成果 阿飞不惜耗费了 外道魔像中尾兽的大部分查克拉 其中埋藏的秘密 也是无边无际的白绝大军 整整有十万之多 云影村中 无影外带三船正在开会 因为之前名人一行的情报 被鬼交窃取 几位村长上映后决定 暗中不下埋伏 以防敌人再次潜入 刚手不禁担心归岛的安全 雷影只说他已经制定好了行动路线 小岛会按照指示移动 但有了之前的事件 众人并不放心 随后 图影大荧幕提出 准备亲自前去小岛 保卫人助力安全 而药师兜也搭上了 迪达拉的黏土鸟 准备侵袭岛 双方几乎同时行动 归岛上 不知世纪的名人 已经开始给动物们登名造册 开始生态调查的闹剧 囚鱼小姐则陪伴在他左右 而四大巨头垂头丧气 浑身是上 看来这场囚偶之战 终究是名人抱得美人归 希拉比相较名人的呆瓜水平 只高不低 此时正忙着跟螃蟹猜拳 大河等人看着忙忙碌碌的名人 心中一片窃喜 小岛转移在即 刚好能够以此为借口 让众多圣灵进入巨龟壳中避难 实在是一举两得 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 就是绝不能让名人知道真相 不然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往前线 根据鬼交的情报 要是刀与迪达拉两人 已经来到归岛附近 正要降落的时候 早在此处埋伏的大蚁木 突然杀出 一拳变马斗打个对穿 兜却表现得不痛不一样 邪魅一笑 嘲讽图影这一拳 实在有些轻飘飘的 大蚁木也分辨出 眼前的兜并不是本体 果然被他袭击的 只不过是迪达拉的黏土分身 黏土瞬间附着在大蚁木身上 藏身云层之中的迪达拉瞬间引爆 煞射间 大蚁木就被剧烈的爆炸所吞没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彩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